第八題 小華這個星期天要複習的功課有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四科 請回答下列個題 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如果以抽籤決定先後順序 共有多少種可能的排法 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那麼根據題目的意思呢 要用抽籤來決定順序 意思也就是說這四科是任意排列的意思 所以任意排列就是四階層 計算結果我們就得到總共會有24種情形 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如果數學、物理要連在一起複習 共有多少種排法 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那麼根據題目的限制 就是要把數學跟物理要連在一起複習 因此我們就說這一科是數學 那麼這一科是物理 我們把這兩顆就把它綁在一起 視為相同物 那麼剩下就會有一顆叫做國文 那麼一顆叫做英文 所以我們現在要排列的有一顆、兩顆、三顆 因此任意排列就是三階層 那麼乘以數學跟物理這兩顆可以互換 互換的話就是二階層 國文跟英文要在一起複習 所以仿造第二題我們把它要擺在一起 那麼數學跟物理也要連在一起複習 所以數學跟物理也要把它擺在一起 那麼意思也就是說我們用這樣子的圖形來說明 這裡有國文跟英文 我們把它綁在一起四為一體 那麼接著是數學跟物理這兩顆 我們也把它綁在一起 然後視為一顆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看成是兩顆來複習 所以這兩顆要複習就是二階層的排法 那麼階層是國音這兩顆可以互換 互換就是二階層 在層上數學物理可以互換 又在層上二階層 所以計算結果我們得到總共會有八種的排法 我們來看第四小題 如果國文、數學不要連在一起複習 共有多少種排法 我們來看第四小題 那麼題目是希望國文跟數學這兩顆不要連在一起 那麼因此我們就事先這裡畫四個時段的位置 所以國數不要連在一起 那麼因此國文如果我們把它排在最首的第一個位置的時候 因此數學就會有兩個位置可以選 那麼因此選國文的時候是1 那麼接著再選數學的時候就會有兩個位置可以選 那麼選完之後我們再來排英文跟物理 英文跟物理那麼就是二階層種 那排完了以後國文可能排這裡 所以國文也有可能是排在最後面這邊 因此國文就會有兩種情形 所以我們再把它乘上二 因此總共就會有八種情形 那麼這個是國文選擇在頭跟尾 那或者也有一種可能性 我們再畫四個位置再來說明 也許呢 那麼國文是選擇在中間這兩個位置 那麼因此呢 國文的位置就會有兩種情形 不是這個就是這個 那麼國文選定之後呢 那數學的位置只剩下這一個 那國文如果是選這一個 數學只能選他 那麼因此呢 數學的選法我們要打個記號 那麼只有剩下一種情形 所以接著我們再把英文跟物理排進去 所以就是二階層 那麼因此呢 我們總共就得到這裡是四種情形 那麼第一種情形 這是成立的 第二種情形也是成立的 這是互相獨立 所以我們就說總共就把它加起來 所以八加四 總共我們就得到有十二種不同的排法 所以第一小題抽籤決定順序 那麼總共計算結果得到有二十四種排法 第二小題呢 數學跟物理要連在一起複習 計算結果總共有十二種不同的排法 第三小題呢 國文英文連在一起 數學物理連在一起 那麼總共計算結果得到有八種排法 第四小題呢 數學跟國文不要連在一起 那計算結果呢 有十二種不同的排法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地人們的動作 足為您的陸佔